人如果日子过得顺了 遇到的都是好事 赵掌柜又来到了老谭家 嫂子 大喜事 是不是我们家二钱又有什么好事 谭大妈本以为是谭二钱在白府又得了什么好处 没想到赵管家却说道 嫂子啊 白掌柜托我来传话了 说是什么时候安排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 谭大妈听了赵管家的话 一下有些回不过神 愣了许久 嫂子 你怎么了 难道不同意这门婚事 我当然同意 只要我们家二钱喜欢的 我都同意 既然是婚事 那就是大事 我明个就带着二钱上门提亲 不急 不急 白掌柜的意思是先把婚约定下 等过两年 两个孩子都大了 再成婚 那好 就听白掌柜的 嫂子 你可真是有福 大儿子生了三个小孙孙 现在二儿子也要成婚了 到时候说不定又给你生三个小孙孙 别 别 这孩子不求多 求平安 之前九儿怀三胞胎的时候 可把我吓坏了 只要孩子健健康康 就比什么都好 我当初也是担心二妹的身子 所以才没要她生 二妹现在有身孕 身子骨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 能吃能睡 嫂子啊 你怕是有几个月没见着她了 可是长了不少肉 下次见到可别吓一跳 二妹还有多久生 大概还有两三个月 大夫说这时间也不准 让我们随时准备着 这时的谭三元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准备回京城了 三哥 我等你回来 嗯 三哥会尽快回来 我的好三哥 记得乖乖吃饭 记得乖乖盖被子 好 三哥好好吃饭 三哥好好盖被子 我们小六金好好念书 等你长大了 金榜提名 三哥把全天下的酥饼都买给你吃 三哥 真好 好了 三哥要走了 这时谭大妈走了进来 对三元说道 三元呢 你不是要去京城吗 跟着二姑府一同去平阳县 再跟着白家的商队一同去 是 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若梦和小六金便开始了正儿八经的学堂生活 没过三个月两个人就在村子里名声大噪 两小娃娃一个能背出一百多首诗 另外一个能背出两百多首诗 村里村外的人渐渐有不少人来谭家找谭大妈 问她这两孩子是咋养的 谭大妈有些晕头转向 笑道 我也不知道是咋养的 我就是个做酱菜的 这话一出可不得了了 村头村尾的人都围在一起说 你们知道老谭家的孩子咋都这么聪明吗 为什么 都是因为吃了自家做的酱菜 所以才一个个脑子灵光灵光的 呀 这酱菜还有这个本事 我不信 我也不信 这可是谭大妈自家说的 不信也得信 这话没传多久 就变了样 大婶子 大妹子 你们知道谭家酱菜吗 知道知道 味道还不错 我们家偶尔吃一点 他们酱菜不得了类 听说吃了能长脑子 傻子都能变成状元 还有这样的思 那当然 不然你看他家酱菜怎么卖得这么好 夜堆 夜堆 渐渐的 这话越传越远 最后传到了京城 京城的一处老宅子内 正坐着一位小少年 小少年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书 就连身旁有一女子走过来都不知道 那女子端来一碗酱菜 放在了小少年的桌上 柔声笑道 孩儿 来吃些这个 听说吃了长脑子 娘 我不想看书了 孩儿乖 现在辛苦一点 等着以后 你就是太子了 娘 我不想做太子 女子听完这句话之后 原本和颜月色的一张脸忽然沉下来 她朝着桌子重重一拍 凶神恶煞道 你刚刚说什么 娘 我不想做太子 女子怒吼道 你一定得做太子 少年害怕了 只能说道 是 娘 我做太子 女子听了这话 才渐渐冷静下来 孩儿 你别怪娘这么对你 娘都是为了你好 好好看书 娘先回宫了 是 娘 女子出了老宅 进了宫 来到了宁妃的宫殿 宁妃笑着看向她 说道 你母亲的病可好些了 回娘娘的话 奴婢母亲的病好了许多 好了就好 你母亲常年重病 也是不容易 若是有空了 就多回去看看 想要出宫尽管跟我说 皇上虽然不太到我这里来 但是我说的话 还是有几分用 多谢娘娘 别跟我客气 你从小便跟着我进宫 算得尚是我的妹妹 多谢娘娘才爱 娘娘 听说那位从乡下 接回来的端王 又回宫了 是啊 这孩子还真不错 一来就把皇上的病 给帮着治好了 皇上这下 更疼爱这位端王了 是啊 这样也好 她也算是两个心愿 我家一儿能有这么一个好弟弟 也算是荣幸 这个女人正是四皇子生母宁妃 这个宫女叫阮尚月 是宁妃从府里带来的大宫女 她除了是宫女之外 还有着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便是皇上六皇子的生母 十几年前 荣妃有孕 她借着自己跟荣妃长得 有钉点相似的脸 爬上了魏帝的床 不过魏帝并不知道此事 她一觉醒来 把这个女人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有身孕之后 偷偷藏了起来 假借家中母亲重病 在宫外躲了几个月 这几个月里 她偷偷借着宁妃的势力 派人在宫里给荣妃下毒 荣妃逃过一劫 她又派人去鹿州府暗杀荣妃 由于她一直在暗 其他人一直在明 所以没有人怀疑到她的头上 后来她如愿生了一个小皇子 开始了想要扶持自己儿子 做太子的计划 将儿子秘密养在别院里 好生培养 等着魏帝的儿子都死光之后 再把自己的儿子扶持上去 这样一来 她的儿子就是唯一的太子 正当她以为 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的时候 老宅子里的少年失控了 她把桌上的酱菜吃完了之后 偷偷地来到了 京城坛家酱菜的铺子 钻进了前往平阳县的马车